出了一個看中手 來 這麼包包來 發現這整個block 裡面死了多少煙粉 今天本區剛好 我的辦公室就要在這個地方 竟然我東區3號 這是一個未以前遺址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要面對就是說 多少司法不公應該予以平復 這難道有錯嗎 當然這裡面就要談到有關黨產的問題 不像黨產當然要處理 所以我們對於不像黨產處理 當然要處理 所以針對這個司法的面向 所以出展會成立四個小組 那這出展會成立四個小組 出展會他因為是臨時性任務偏組 所以用第二條去排除所有的現在法律 普通法 有關於行政主治法這些規定 那這出展會並不是什麼要升官 什麼安插人士 總共主任委員 以及副主任委員 另外七個 總共九個人而已 而且同一個政黨 不可超過三分之一 請問這個設計難道不公平嗎 然後婦女保障要三分之一 這個是我們在整個設計上面作為一個作為前的設計 當然它底下要設四個組 將來 相關這個四個組 相關法律檔文 當然要予以修正 包括看樣 看樣政治檔案條例 在修正 包括威廉遺址的清除 以及不予以修正的保存 這個的條例 包括這個評分司法 這個條例 當然包括 不讓檔案條例 這樣子整個 用這樣的架構 它主要 是一個 這個 延時性的任務委員組 是一個獨立機關 它所處於的 當然是認定 認定的問題 規劃的問題 以及當然規劃 包括法律條例的規劃 包括保存證據的問題 當然要這樣的話 讓它必須要調查錢 不要行政權 行政調查錢 這只是行政調查錢 這些行政調查錢 絕對不是 國民黨所講的什麼什麼東廠不東廠的 難道這間沒有調查 可以有真相嗎 所以當然 這個是因為 因為是一個 一個臨時性的措施 它沒有影響法官保留的問題 因為它沒有牽制到人身自由 它也沒有牽制到飲食錢的問題 所以 我們只是給它賦予調查錢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法律條文上面 同時這裡面最重要 當然第17條 第18條 所以過去也不讓黨產 會不讓黨產引來至於 這些政政檔案 當然 政政檔案必須要保全 不讓黨產 當然 這本法通過以後 禁止移轉 然後這裡面 第7條裡面有設計一個 假如 不讓黨產 政府拿回來以後 是成立一個基金 這個基金要做什麼 做長照以及社會福利 所以本席在這裡談的就是說 到最後 有關於 這個 救濟的問題 我們也 把救濟的問題也處理進去 你可以深入 你可以做行政 行政法案 去公告 都沒關係 這個就有救濟程序 所以整個法只有21條 它是以空降性立法 所以本席在今天這個地方 要拜託國民黨委員 大家 要勇敢來面對 當然 我們招委很清楚表示 我們可以來開公立會 我覺得 國民黨不用哪些 不是理由來 來 來抵抗 所以說什麼這個是 綠色 綠色恐怖 我們沒有 我們台灣沒有那個能力 民進黨也沒有那個能力 去做綠色恐怖 我們一代最 講的 我們希望歷史的真相還原 大家更包容 來面對所有過去一切 我們終究要 追求 國家大和解 我們終究我們希望看到有一天 終極難易對立 我想 希望在這個 國民黨能夠在 在整個 情緒上面能夠平衡下來 好好好冷靜地面對 否則的話 我看今天發言 事實上我對國民黨 將來要中山再起 感到非常憂心 以上 對於 重點條例 請各位委員同仁能夠以支持 謝謝 這個民進黨黨團的提案說明 我們接下來 我先跟各位報告 我們這個 報告事項的發言登記 到10點45分截止 好 我們接下來請行政院秘書長報告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各位桌上的這個書面報告 總計有法務部財政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國立中政經驗堂管理處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那麼這些書面報告 我們都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但是因為 我們今天各個 這些提供書面報告各機關 都列入記錄